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時候 Hello 大家 我終於抽到一些視頻出來拍片 而今次的主題我打算 既然到年尾 就不如分享一下我的2023年度外用品 今次我準備了足足9樣的產品 去跟大家分享 第一樣要介紹的產品就是 衛原糖的風膠綠漢果潤喉糖 因為我回到全職之前 其實一直在補習系統工作 也有教書的 即不是功夫班那類 是真的要上課的教書 所以可能一說就要過幾個小時 有時候我的喉嚨是真的受不了 即是覺得很乾爛 或者很癢很痛 除了不斷灌水之外 這個也是我的好課半 因為我吃了一至兩顆之後 它真的有舒緩的感覺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它雖然是中藥成分的潤喉糖 但它這個味道絕對可以接受到 其實藥材味並不重 它更加像是普通的原糖的味道 因為它有蜂蜜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好吃之外 也真的有效的潤喉糖 然後到第二樣了 我自己是一個不算寫生暗瘡的人 但是我的壓力大 或者是快要離M的時候就會飽瘡 特別是很毒的那些 例如我今天起床才發現 發現有瘡在醞釀釀 我誠實地推薦這個 晚宿雷敦的 Acne's暗瘡貼 我之前買的那些好像是有分日用夜用 無論是日用夜用也好 還是平常這款我都推薦 那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分不同的尺寸 早晨了 現在是第二天 原來它已經吸了一些霧出來 已經過了7小時左右 它是真的很快幫我吸收到一些分泌物出來 就是幾個小時 就已經令到那個膿可以弄走 暗瘡貼的好處除了是遮一遮之外 它也是令到你沒有那麼容易受到細菌感染 加上它是這個膚色的設計 雖然我不會說它黏上去完全隱形 我覺得不是的 可能我沒有用粉底的關係 但總之平時用它始終是有一點黃黃的Tint 所以不是適合所有膚色 好 然後去到第三款 就是對於大學生非常有用的一個產品 就是Keyboard 我這個是來自Logitech的Portable Keyboard 它可以一次過連結三個器材 例如我自己的用法就是 1號就連到MacBook 2號就是連到iPad 可能我在MacBook copy了一段字 然後我就按這個按鈕 切換連結連到我的iPad的時候 我就可以Paste那一段字 在我的iPad的Notes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棒的一個功能 好 然後去到第四款我要介紹的東西 是衣架 但它不是一個普通的衣架 而是一個這麼長的衣架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毛巾 我其實都是誤解誤狀買回來的 因為當時在幼城那裡打算找低一些東西 誰知我看到這個這麼長的衣架 它就買15元兩個 然後我第一時間看到就已經覺得 好像很適合家裡用 因為我們都會洗毛巾 洗床單那些 那你知道其實這麼重 這麼大條的布 你會用好幾個衣架掛器之餘 它容易聚到衣架掛起來 然後它基本上這麼長 一個已經可以掛到一條毛巾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衣物清潔制 我會講三個不同種類 第一個就是現在大家都很常見到的 無論是Donkey、松本清這些地方都會見到的 一個去烏劑 這個紅色細細枝 來自絲黃品牌 我都用過很多次 我比較脆弱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吃飯 我會滴到一兩滴在衣服裡 其實它本身還有跟一些墊底的字 但我沒有特別用 我也不知道我放在哪裡 除非是很困難的毛巾 因為我覺得 例如普通的棉質 或者Polyester 都可以直接滴下去 等一會 然後再用紙巾 用水擦一擦 已經是清除了大部分的污漬了 那同樣作用 但是再大支更加適合家用的 就是這支我已經用了很久 它是在裁縫行買的 是一個天然酵素多功能清潔 其實我已經是靜靜地用它 來清洗過很多次的M味 起碼清到八九成的 噴下去也不會有那種化學的味道 就是比較乾淨 像普通洗衣液那種的味道 這個是噴的形式 它可以覆蓋到一個大一點的範圍 好 接著說第三款 就是一個鞋的清潔劑 它是一個泡沫 這裏按下去會有泡沫 它會有泡沫的地方 那你就等15秒左右 然後你再找布或紙巾去抹回那個地方 它很有效地清除了很多我的鞋 可能變黑了的地方 你看到我是在馬拉松那裡買的 我想很多運動店都有的 好 接著就再說一下 然後你一樣 濕瓷子 那濕瓷子呢 其實就是主要用來抹屁股 當你那次磨得比較厲害的時候 我就很建議你 不要用濕紙巾 才會抹得最乾淨 那當然啦 其實除了便便那種用 你連M都可以用的 總之用來清潔 而且抹完它 比普通的乾抹或濕水抹 可以帶走細菌 重點就是它可以直接衝到廁所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無印好物的環節 第一個好物呢 就是它的絲絨飾物格 那我現在示範的這一款 它就是有15個格 還有它也有另外不同類型的間隔去選擇 就很適合放一些比較細碎的東西 好像戒指 又或者是耳環耳夾 那我最推薦它的原因 就是一來它的網絡都是非常之有質感 還有可以很清晰地 齊列你的飾物出來之外 你放在櫃桶 真的會覺得每次打開就好像進入了一間飾物店 那種高級感是令人非常之愉悅的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剃刀 那無印它有好幾款的剃刀 我買這款就是叫做L型剃刀 我主要用它都是用來修眉毛 我也會修一些小部位的 例如手指頭 它真的很便宜 15元兩把 去到最後一個外用品 就是已經成為了無印名物之一的便攜式剃刀 我用過幾款都是日行牌子的剃刀 但是我覺得最好用和最有效的 真的是無印這個 而且它是最便宜的 又最小 它就是已經送了一條後備的膠 另外它這麼小 真的放進很多手袋都很方便 用起來純粹是在後面放這塊板 然後這樣夾夾夾夾夾 就可以了 比起平時長的那些睫毛夾 即是你的手是比較近眼 其實是會控制得方便一點 基本上都會長一天 我很多時候上班其實就用去抹茶 塗膏 純粹在出門前用這個夾夾夾 已經是網路比較精實 而且看到睫毛是囂張的 很漂亮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比較精簡 但是已經是分享了很多我今年經常用的一些 生活用品也好 護理的產品也好 那我都誠心推薦給大家 那希望這條影片也帶多一些參考價值給你們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